为了减轻疫情期间订单减少以及汽油税上涨带来的经济负担 全国执宗巩会推出总值428万元的援助配套 协助全国私人出租车司机协会和全国配送人员协会旗下的会员 在我国还没有对外封锁边境之前 驾驶小型旅游巴士的王先生 一天可以载上七组不同的旅客 疫情下他现在的载送外国旅客烫数几乎为零 王先生打算申请直总新推出的补贴计划 符合资格人士包括豪华轿车和小型巴车司机 以及使用汽油车的配送员 成功申请者可获得最高650元的一次性现金援助 预计1万3千名司机和配送员将受贿 订阅570元的新推出的大量